我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帮蹲子找个家 不管怎么样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医生 你看看 蹲子多可爱呀 我面子是很大 我认识的人确实挺多的 但是我这面子 不能用在这种事情上 医生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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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 反正咱们两个人结婚之前 你必须要把这个孩子送走 妈 你说我跟我姐谁抢 那当然是我冬花抢了 你年轻漂亮 你姐拿啥跟你比呀 那为什么她能找到 云生哥这样的对象呢 石云生算个啥呀 他不就是个宣传队的吗 你说咱们厂子那小伙 比他强的 那边有的事吗 就那个 刚上任的那个 办公室主任叫什么 冬元朝 你看 我听说他没对象呢 冬花啊 妈看你 你俩挺合适 要不我托人 问问口风 妈 你可拉倒吧 她哪有云生哥长得好看呀 这姑娘 长得好看有啥用啊 那得有本事 人家冬元朝这么年轻 就当办公室主任了 你想 那以后还得了啊 那说不定就当个厂长啥的 不得了 冬花 冬花啊 你放心 妈想得保证 将来你找的人 准比你姐强 我不要将来比她强 我现在就要比她强 我现在就要比她强 我上哪儿找去 2002 颜頭 厂长 我这要去找您呢 坐坐坐 您坐 找我啥事 没什么事 我给您泡杯茶泡杯茶 那别备 别忙 不忙过 我就想跟你谈谈王天柱的事 您说王天柱的事 对对对 来 程程 您喝茶 好好好 我觉得您上次主持那个会 开得特别好 一定能达到教育和批评 王天柱的目的 所以咱们开会啊 是手段不是目的 你像王天柱这样的小词头 你光口头批评 你根本就教育不好他 这种人 必须得在他身后猛击地一掌 他才能清醒过来 所以说这个处分 一定要有力度 您的意思是 我这不是来跟你商量来了吗 这件事呢 影响很大 这段时间厂里正在抓点香 我现在就琢磨了 要不要开除他 厂长我是这么想的啊 您看这王天柱的父母 都是因为工商去世的 而且生前 都是咱们厂的陷阱职工 开除王天柱 是不是太重了 这我也知道 我这不是恨铁不振钢吗 是 是 你说他爸妈多好的人呢 一场失误没了 但是你王天柱本人这辈子 你不能 躺在你父母的宫楼板上睡觉啊 是 我们当干部的 首先 要讲原则 讲纪律 该抓的抓 该管的管 该开除的 这就开除 原创 有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您说得对 是吧 但是也不完全对 张哥 张嫂 这就是那孩子 我们看看 来 看看 来 看看 长得还挺好的 你快到了 你看 雷姨 小燕 这孩子这没养生的 挺俊俏的 这孩子可乖了 我们家没有奶啊 我就为他吃米糊糊 吃得可好了 也不哭也不闹 这孩子长大了 肯定懂事 坐哪儿 坐哪儿 来 坐 小林啊 这孩子我跟你张哥是真满地 不过有个问题啊 我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 你能不能跟我俩说出来 这孩子的 这孩子是我捡来的 这孩子是我捡来的 不对吧 小林 我怎么听人家说 是别人托你抱回来的 那托你的人是谁呀 托我的人 跟这孩子也没关系 您别多问了 小林 这个您可得跟我们俩说清楚 那收养孩子可是个大事 你说孩子父母的情况 我俩要是不问清楚了 人家孩子以后长大成人 亲生父母又来认亲了 那我们两口子 就成了这人家养儿子了 那辛辛苦苦几十年 老了我们两个 两老送终的人都没了 那我做你 张哥 张嫂 这孩子父母的情况 我真的不能说 反正 他妈妈已经去世了 我跟你们保证 真的 他们不可能回来认亲的 我跟你们保证 你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啊 回头我们把孩子养了二十年 让人家临走了 小林 到时候我们不成笑话了吗 小林啊 你先抱抱去 慢点啊 慢点啊 但厂长 我给您汇报个事啊 您不是让我去车间 多熟悉熟悉情况吗 我去了 那些老师傅和老机工找我 您知道干什么吗 夸王天助 说这小子技术活可好了 手可巧了 那个手 比小媳妇还巧呢 也就这个能的嘛 是 所以说啊 我就想说 说明这个王天助 在工作上 还是很下功夫的 他还是有一个好的态度 来对待工作的 张长 您说是不是 我是这么看的啊 如果把他开除了 那真的 他的前途就毁了 我觉得作为厂领导 咱们还是应该 给年轻人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厂长 您说是不是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 但是王 你这花我刚心思过味来 你这是在替王天助 做我的饲养工作呢 是不是 没有 没有厂长 没这意思吧 厂长厂长 您听我说啊 不是 不是 没有 没有 厂长 我 我 我就是 亏心致福 能跟您分析这个事吗 关键这个房间 给我们太器人了 是 是 是 我理解 你说我 那 那你说不开除他 给他处分 给他处分 给个什么处分 我觉得您上次开过 不是 厂长 您这事哪能问我 您只要不开除 就行处分的事 肯定是厂长您收了算 没有的事 我会想更多的事 那就是 是 你这些人 之前就不开除 你会想到 你这么多的事 你会想到 你会想到 那些人 你会想到 好的 你会想到 那些人 我 你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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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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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还成了一块撕不下来的这狗皮膏药了 你先别着急嘛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再抓紧找一找 我也着急着呢 找找找 你场子里边没有孩子的人家全能让你找遍了 你再上哪儿找去 那周边还有其他厂吗 还有几家分厂 我这不都托人在打听着呢吗 不是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把这孩子抱回来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你说程仪死了 是 这孩子就没爸爸了 他爸爸还没管呢 你冲什么大头呢 真是 那不是不知道这孩子爸爸到底是谁吗 你现在指责我也没有用 关键是 咱们得赶紧找到人家把这孩子送出去 没那个金刚座 你不要懒这瓷器活 你看你抱回来这烫手的山芋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你放心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拖累你的 知乃 走 知乃 汉 王天珠 你可以走了 我真被开除了 离开除还差一步 姐 天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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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里边没吃亏吧 他他他他 说什么呢 我是谁啊 晴天一助 都是我让别人吃亏 谁能让我吃亏呀 姐 对了 这次都可以邱文姐帮你求情 要不然这会儿 你没准都被开除了 姐 虽然我不在乎什么公职 但是还是谢谢你怎么关心我 臭小子 你这次算是躲过去了 下次未必有这么容易 你给我冷老实实的 别再惹事了行吗 听到没 我不惹事 事非得惹我 好 我问你 听到没 听到了 走吧 真的 姐 你还别不信 我再保护可老胡一会儿 全是哥们 每天好吃好喝的 那你再回去待着去 秦升 秦文 你们这儿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吃饭 你一起去吧 那个 我吃过饭了 就不去了 你去吧 是啊 跟我这样的落后分子 一起吃饭 那喝进去的汤 也得变成一肚子坏水 吃的谜也得满准配饭是吧 臭小子 你怎么跟云生哥说话的 谁是我哥呀 你是我哥呀 我叫你哥你敢答应吗 走 走 不过 陈医生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敢对不起我姐 走 我们走在岛上 还有你德行 你别跟他计较啊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说从你捡这破孩子以后 整天就不着家 我看呢 你就抱这孩子 出去大人过得了 真是 真是 孙姨 这办公室董主任吗 孙姨好 那东花 我 我说我们家跟你怎么夺了一样 你夺了一样 快来 快来 你这 东花 你好 董主任 赶紧坐啊 董主任 坐坐坐坐 你快坐 好 多坐 多坐 那个东花 你陪董主任聊聊 我去给你煮点鸡蛋 还有 你姐从上海带回卖乳鸡 我给你冲一杯 不用不用 孙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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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的 你坐着 我跟你说个事 行事啊 是这样啊 今天我受厂里领导的委托 前来向您通报一个好消息 啥好消息啊 孙姨啊 林毅同志 命工上去世多年了 我林叔也是厂里的老职工了 这么多年在工作上 一直是兢兢业业 尽心尽职的 组织上考虑你们孤儿寡母的 生活困难 所以特意呢 在这次的招工名额里面 留出了两个 一个给林秋文 一个给刘童话 真的呀 孙姨 真的这么大的事 我可不敢跟您开这玩笑 佟主任啊 太谢谢你了 我代表我们家老明谢谢你 你坐 你坐 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哪 您坐 您坐 这事可是厂里研究决定 我可不敢鞠躬啊 对了 孙姨 这个 林秋文不在家里吗 不 主任 我没分去哪儿了呀 是车间吗 他们俩呀 都没分在车间 考虑到林秋文有文艺天分 普通话还标准 还会拉手风琴 去广播站合适 童话 你年轻 可以先到食堂锻炼锻炼 食堂 食堂也是政治职工 董主任 这俩公主是不是差距太多了 能不能把这姐俩 都翻广播站子 所以 你以为 这个是厂里研究的决定 我可说不错了 董主任 您怎么来了 秋文回来了 王天柱那事啊 还得谢谢您呢 谢我干什么 我那都是照章办事 快坐坐坐 对着秋文 我听说你 捡了个孩子 是吗 这事您也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了 你到处找人收养 对了 这孩子 身体行吗 没问题吧 身体没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母乳吃 比较瘦 可丑死我了 董主任 你也留心留心 得赶紧给这孩子 找个好威缩 行 我一定帮你留意这个事 对着秋文 今天 我可得好好恭喜你 恭喜我 常理已经研究决定了 把你招工进广播站工作 你这几天好好准备准备 秋文啊 以后 你就是播音员了 是我们群众的喉舌了 秋文 你的普通话真的越来越标准 所谓名师出高途事业 我听说啊 厂里的广播站要招人 没准这回能把你招进去的 真的啊 太好了 我早就不想当临时工了 当播音员是我的梦想 这儿有一份广播稿 你好好认为 我战斗在金色的舞台上 这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 亲切的教导 时刻在耳边回响 革命的豪情激荡在我的胸旁 太棒了 秋文 你这是天生的播音员啊 那还不是多亏了你啊 以前啊 我一口大茶子味 凭卷舌音都分不清 秋文 秋文 怎么你不愿意去广播站 我愿意啊 我看你不高兴 高兴 我高兴 谢谢长领导 谢谢袁超哥 不 谢谢董主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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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就好 我就不打扰了 我就先走了 董华 食堂也是正事工啊 那我走了 好 好 好 再见啊 董卉你慢走 好的好的 再见 妈 怎么回事啊 这好消息来得也太突然了 我啥咋回事啊 你爸显灵了 你们老林家祖坟冒清烟了 天正哥 天正哥 你怎么会打球啊 你不高兴啊 你是因为继过处分的事吧 没事儿 这次没被开除 咱就谢天谢地了 这次多亏了邱文姐还有广主任 你别说 这次那个刘长长还挺够意思的 上次你是没见他那个样子 感觉他真要开除你似的 天哪 太吓人了 这放电机啊 现在还在卫视里边搁着呢 那如果是药人 你会放电影的话 如果你今天药人 把这电影放开 我沈医生就服了你 开门 他自由散漫 不仅偷放影片 还蓄意破坏放映社 他就是一批害群之靶 这沈医生太疼不着调了 我姐跟着她肯定要出事 你说啥呢 邱文啊 你说这厂里招工 把你招广播站去了 你妹妹招的食堂当小工 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 妈 招工的事常立决定的 又不是我说了算 你是不是听到啥风声了 提前打招呼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一直刚刚进门才知道 赵工的事 再说了 我找人打招呼 找谁啊 谁搭理我 谁搭理你呢 石云生面子大呀 要不这样 你拖着云生 让他找找人 啊 把冬花也调到广播站去 啊 云生也就是宣传队的 普通职工 他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 还普通职工呢 你以为你妈老糊涂了啊 咱们厂里要说名气 那石云生比厂长大 你说什么接待的领导啊 什么汇报演出啊 哪儿少得了他呀 只要他一句话 冬花工作肯定没问题 妈 您别说了 这事我肯定开不了口 就算我开口了 云生也肯定办不了 好 不帮忙是吧 那行 那把你的位置让出来 让冬花上广播站 你上食堂 剁菜扛大勺去 凭什么 他是你妹妹 你说那食堂 又是火又是刀的 那出点事怎么办呢 妈 广播站的职位是厂里给我的 除非厂里不让我干 否则我谁都不让 文花要是觉得食堂危险 她可以不去吗 怎么说你也是姐姐 是不是 你以前哪 什么事都让着她 你就让让她呗 你说现在这事怎么 变得这么自私了 这怎么是我自私了 我爸爸贡商去世了 厂里才给我这么个职位 我做梦都想进广播站 当播音员 你没做梦也想啊 妈 别说了 姐 别听妈瞎说 我在食堂工作挺好的 吃饭吧 冬花 不是姐不让着您 姐实在是想要这份工作 要不这样吧 等我在广播站站稳脚了 我再想办法 看能不能把你也招进广播站 好的 姐 吃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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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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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哎呀 哎呀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睡得还挺实你 你吓死我了 你睡觉半夜三个不睡觉 你干什么呀你这吃啊 你睡不着啊 咋还睡不着了呢 我上去 妈 我不想去食堂干活 我要跟我姐换工作 我没啊 你刚才吃饭的时候 不说了嘛 食堂挺好的 我那是说给我姐听的 怎么你还当真了 再说了 妈 你真忍心 你闺女去食堂给人当小工啊 妈怎么能忍心你去伺候别人呢 但是咱不是没办法吗 你说咱家没有门路 再说了 你姐又不跟你换 妈 我琢磨着呀 你说常理 不是给了董元朝两个名额吗 那至于谁去食堂 谁去广播站 那不就是他董元朝 一句话的事吗 要不这样 妈 要不这样 妈 明天你就买点东西 上董元朝家去做做 让他给通融通融 你就跟他说 我姐也同意了 这招行吗 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行呢 妈 你就试试呗 那行 行 行 我明天去 行不行 那你快去酒醋吧 不想去我那儿说 我在你这儿睡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这孩子 你这孩子 咯以后 才对我说 你这孩子 嗯 都敢 说 说 不是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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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谁啊 罗姐 你不认识我 可我见过你 我是那个刘童花的妈妈 知道 你不叫孙炮子吗 我没问你是谁啊 我问你找谁 我 我找董主任 董的潮 董主任 有人找 董主任 有人找 孙燕啊 主任 走走走走 你在家还干活呢 真是你万一把好手 没有 没有 我就从这儿路过 进来看看 没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打什么招呼 不用 坐坐坐 孙燕 坐吧 妈 我这手脏 给你七杯茶去 不用不用 我就几句话 说完我就走了 她说不用了 妈 你去七杯茶去啊 那我给你七杯茶去吧 来 孙燕 什么事您说 就是那两个孩子工作的事 昨天晚上啊 我们家呀一家人商量了一下 有点想法 想跟主任汇报一下 汇报什么 你就说就行了 不是 这工作事不已经定了吗 是 是 那个 邱文呢想去食堂 冬花呢去广播站 你看 你就给他们俩换一换 行不行 把他俩工作换一换 啊 来 孙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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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啊 就这个年月 还有人不愿意去广播站 不愿意去食堂 怎么的 都那孩子哑巴呀 不是 我们家这个大女儿啊 从小就跟我在厨房里边 愿意做菜 你小的又喜欢文艺 董主任你说换一换 他俩这不就各尽其用了吗 这件事可是常理研究决定的 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都定了的事 你说怎么改啊 董主任啊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谁不知道 这就是你一句话的事 所以不是不是这事 可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你说啊 冬花啊 从小身体就不好 这孩子啊弱 你说小时候就没干过活 食堂那活又脏又累的 我舍不得让他赐换别人 你这人挺稀罕的啊 你舍不得小女儿去伺候别人 你倒舍得大女儿去伺候别人 你倒舍得大女儿去伺候别人 那怎么呢 大女儿不是你亲生的呀 我妈 真不是亲生的 我还真不知道 不是妈您忘了吗 孙怡是重组家庭 他带着俩孩子去临树家 难怪 难怪 难怪这心都偏到嘎子窝去了 还真不是亲生的 你这事呢 孙怡 喝喝水 喝喝水 对不起 我们家这个茶呀 不给偏心的人喝 偏心的人喝了味疼 妈 我那炉子上烧着水 您去看看水开没开啊 大姐啊 各家呀都有各家的难处 我这不是跟主任商量的吗 啥难处啊 我看你看得明白的 你就是啊 把好处都留给自己家亲生归 把那个难处 你都扔给人家别人家的海盒 不低的 妈 你去看看水开没开 我烧着呢 一会儿水都噗出来了 看看 看看 来 你喝吧 好 你喝啊 孙怡 你喝水吧 同志人 你再想想办法 好 孙怡这事是这样的啊 刘东华如果确实 对她这个职位不满意的话 她可以考虑放弃 但是孙怡您听我说 下次能不能再有名了 可真的不好说了 至于您说的 把他俩的工作换一换这事啊 这是成立决定的事 肯定是改不了的 孙怡 我待会儿来开个会去 你再坐一会儿啊 我得收拾收拾 赶紧去单位呢 那我也先回去了 孙怡等会儿等会儿 孙怡啊 这东西您带回去吧 咱们不用那么客气啊 这东西是给你啊 我知道我知道 谢谢您 谢谢您 心意领了 您带回去吧啊 那我就拿回去了 你再想想办法 孙怡这是准备办法 你再考虑考虑啊 孙怡 我走了 不是 妈 你怎么会有点过分 我觉得 依依 我还看着这样的人 我就来气他 不地道 不是 你怎么那 你也不能说 咱家水什么偏心 喝完拉肚子呢 那我说什么 没别的说的 行行 那您不偏心 您坐着你自己喝点水啊 可真行 我气得 你气得快哭了你呀 我就要这个效果 好喝吧 妈 她哭了 但你也别急 她哭了 孙怡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由广播员林秋文 为您广播的新闻节目 今年我场迎来了新的突破 超额完成了生 来 别别别 怎么了 秋文 你这不对啊 表情不对 表情 这广播还要表情啊 人家又看不见 这听众是看不到你的表情 但是 这听众能不能感受到你这个 所以说 你要威胁 像 对 就保持这样啊 就这样 就这样 再广播一遍 好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广播员林秋文 为您广播的新闻节目 这就对了嘛 另外还有几个次 你得纠正一下 你比如说 你不听到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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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文啊 你说你这马上就要到保护站工作里 这小子怎么办啊 什么小子啊 人家有名字 叫盾子是不是 盾子 还打庄子呢 好了 你别着急 我都突然打听过了 很快会有消息的 看看 真是多可爱呀 虎头虎脑的 真的 你看看 你别给我看 他真的特别可爱 你看见他我就烦 真的 你说怎么办啊 我还以为 他多能说多厉害呢 他这一来 这一过招 他不就这样吗 我看 不行 还叫个孙泡上 我想听他个炸弦 没听着 妈 孙医要是泡上啊 您就试那儿二踢脚 您可比他厉害多了 您这嘴 看出来了啊 好比他厉害多了 嗯 你这个孙姨呀 为啥不能说 你知道吗 嗯 李亏 他不占李 哪有他这么偏心的 不地的我跟你说 我听说吧 闺女随妈 她那俩女儿 可好不到哪儿去 妈 妈我跟你说 她那大女儿 不是孙医轻生的 我不跟你说了吗 嗯 我知道啊 嗯 你知道那女孩叫什么吗 叫林秋文 你记不记得有一年 你心脏病放了摔在路上 有个小姑娘 把你送医院去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呀 嗯 就是这个林秋文 就是她呀 对呀 哎呦呦呦 那孩子可好 我这一直想谢谢她呢 妈 你不知道 那孩子现在长大了 可漂亮了 人好心又好 还哪儿好 还哪儿好 你看 你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一说这姑娘 眼睛直冒光啊 哎 夸人正好那好 跟妈说的话 是不是有点喜欢上她 妈 你可别瞎说 人家早就有对象了 好姑娘都有对象了 名话都有主了 你还抓紧吧你 你还在慎着呢 对 那个 张大爷那个侄女儿 说今天马从山西过来 说 说见见你 对了 妈 嗯 我刚才跟你说啥事 我忘了来人 我一会儿要开会去 我赶紧打扫完卫生 我开会去 我一说这个事你就躲 你说人家别人家孩子吧 一说 傻小子给你找个媳妇 那就乐电馅了 你这孩子可倒好 一说这事你就躲 这是坏事啊 这是多好的事 多么幸福的事 有问题啊 这茶真不错呀 亏了孙胖 你喝了都可惜了 妈 怎么样了 这个董元朝啊 那就是猫坑的石头 又臭又硬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你看 哎 就是不答应 这你也没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啊 干什么 我不吃 难不成还留给林秋文吃吗 来 这世界上的好东西 全让林秋文给占尽了 好工作 好男人 全是他的 我也就吃吃这罐头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看你啊 你真是的 你说你这孩子 你看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 董花啊 你姐都说了 等她站住脚啊 把女愿弄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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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下一片孤独 你唯一的祝福 你唯一的祝福 是这段旅途 时光冲散回忆 抹去痕迹 抽离了空气 这份爱 这份爱却不停息 这份爱却不停息 当爱不满尘爱 不再花开 会渐渐明白 深山梦海 也终会离开 也终会离开 让我和我的爱 在你的心里面流浪 一路鲜花绽放 永远不会失去方向 让我和我的爱 在你的心河上飘荡 因为爱过所以不迷惘 大雨滂沱 在这世界亭中 是爱是恨 是爱是恨 写满静静满路 平白无辜 撒下一片孤独 你唯一的祝福 是这段旅途 时光冲散回忆 抹去痕迹 抽离了空气 这份爱却不停息 当爱不满尘爱 不再花开 会渐渐明白 深山梦海 也终会离开 让我和我的爱 在你的心里面流浪 感叹路太漫长 我的风景又在何方 让我和我的爱 让我和我的爱 在你的心河上飘荡 因为爱过所以不迷惘 因为爱过所以不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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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爱 是不迷惑